政协开幕前夕 大陆股市很给面子 护身2号双双大涨 4点多个百分点 经济是今年两会的重点议题 政协发言人很肯定的说 大陆的经济形势看好 关于中国经济是否能保持中高速增长 那么我给出的答案就两个字 肯定 今年首月经济核心数据已经释放出了积极的信号 已经透出了暖意 他说大陆经济向上增长的良好基础和向好的基本面 没有改变 不会出现硬着陆 他说现在竞争激烈 钱没有那么好赚了 但是仍然有机会 中国这个有13亿人口的大市场 未来仍将继续成为全球受青睐的投资目的地 在这儿是可以赚钱的 还是可以赚钱的 或许是因为王毅在美国的谈话引起争议 政协记者会没有给台湾记者提问的机会 大陆对台的发言似乎转趋谨慎 北京现在已经进入了两会时间 3月3号政协开幕 3月5号人大开幕 大陆的对台政策还有经济政策 会释放出什么样的讯息 我们随时会为您带来最新最完整的报道 以上是记者戴绿扬视续在北京的采访报道 大陆的对台政策 大陆的对台政策